中央电视台大型特别报道 共建新家园 主持人张泉玲 柴静 李小萌 赵普 郎永纯 兵分五路 深入四川 甘肃 陕西 报道对口原件最新成就 今天主持人赵普带您走进冒险 今天的系列报道 共建新家园将走进四川冒险 从2008年6月份到现在 山西省已经派出了30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 参与冒险的原件 而其中有一位叫令济安的电工组长 他不仅技术一流 走起路来也比别人走得多走得快 在山西建八公司 援助冒险工程的施工现场 令济安师傅的腿是出了名的 作为电工组组长 不管晴天雨天 他都早早来到工地上 每天走上几公里的路 早已经是家常便饭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他几乎每天都要吃一大把药 因为来灾区之前 他刚刚患了一场大病 2009年3月 山西省建八公司 接到了前往灾区冒险援助的任务 听到这个消息 令师傅第一个报了名 他通报受难 心里也挺着急 令师傅坚决要求参加援建工作 总指挥严心坚的心理非常矛盾 因为就在不久前 令师傅在施工的时候 因糖尿病突发吐血 住进了医院 当时那种情况 他刚刚出院 身体刚刚有所恢复 从他的业务上来讲 从他的责任上来讲 非常需要他来 从那里面有点遇心不忍 但是令师傅有自己的想法 这张照片是令师傅和原舰队伍 刚来到冒险时拍摄的 他们要在这片废墟上 完成冒险中学等四项工程 刚来到冒险时 由于交通工具的缺乏 令师傅常常带领电工组的成员 徒步于几个工地之间 几次往返 每天要走十几公里山路 再加上施工现场 地势复杂 颇多坎多 一下雨更是泥泞难行 令师傅的鞋子 很快就磨破了七八双 冒险平均海拔一千八百米 此外线超强 令师傅他们每十天 都可能被晒脱一层皮 令师傅说 这是他做电工二十多年来 遇到的条件最为艰苦的工程 但是每当他看到一座座建筑 拔地而起的时候 都会感到从未有过的欣慰 2010年9月 令师傅所参与的山西省 原住冒险工程将全部完工 其中冒险广播电视大楼 将是冒险的地标性建筑物 而冒险高中 也将是阿坝州最好的学校 在今天的共同关注节目当中 系列报道 共建新家园推出的原建一加一 您将会看到背着药箱 走村串寨的山西医疗队 徐平医生在灾区里 收徒弟的故事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公布了 一月份的经济数据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也就是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5% 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7% 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2% 跟上个月相比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上涨0.6% 食品价格上涨1.8% 其中鲜菜价格上涨幅度较大 涨幅为5.2% 一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 同比上涨了4.3% 原材料燃料动力构进价格 上涨8% 来关注春莹的消息 受到大雪和洞雨灾害的影响 金户县的部分旅客列车 这两天出现了晚点 给客运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铁路部门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 工作人员已经加强宣传解释工作 目前受影响的车站列车的旅客 饮食和取暖都有了充足的保障 受影响较大的上海济南铁路局 正采取有效的措施 压缩晚点的时间 尽最大的努力输运客流 在春运的热点地区广州 广铁客流连续5天保持在80万人次高位运行 客流量的高峰预计出现在今天 而大年29将成为节前客流的分水岭 在广州春运中担任重要疏导任务的 爬州异地后车站将于明天零点 完成任务之后关闭 再来关注公路方面 今天上午山西 山东 河北 陕西 江苏 安徽 湖北七省的 40多条高速公路局部封闭 目前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 已经恢复畅通 江苏境内高速公路 大部分都已经开通 新疆塔城地区俄敏县的二道桥乡 处在新疆老风口的封带上 在今年的雪灾当中 平均的积雪厚度超过80厘米 受灾非常严重 眼下当地正在全力清理积雪 预防溶雪可能会带来的洪灾 这里是新疆塔城地区 俄敏县的二道桥乡 由于处在气候非常恶劣的 老风口沿线上 所以今年这里的降雪非常的大 当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 当地的驻军正在清理一条 名叫库鲁木苏河的河道 我们看到有些官兵 已经钻到桥洞里面清理积雪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冰雪融化的时候 雪水和河水顺利通过 这里雪水融化的时间 大概在三月初 所以留给他们的时间 还有二十多天 但从目前的进度来看 河道的疏通再有15天 将全部进攻 这里是二道桥乡 库克苏村的一家农户 通过这条从雪中挖开的通道 我们不难看出 这里的雪有多大 那么这么大的积雪 村民的生活情况到底怎么样 我们进去看一看 我们来到这家的主人呢 叫哈里木拉提 虽然外面的温度 现在是零下三十多度 但是走进他们家的时候呢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我们看一下 他们家这个采暖炉里的炉火 是非常的旺 我们烧的梅 还有羊吃的四草 都是香里给的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总之太感谢了 返回峨米县城的时候 已经是夕阳西下 而鸟鸟的吹烟 也正在冲淡着老风口的沿海 于是我们又敲开了 一家路边的居民 显然对我们的突然造访 有点意外 但是浩克的主人 还是为我们端上了 丰盛的美食 这家的主人叫胡建军 他告诉我们 这两天 家里正在为准备年夜饭忙活 还没停的时候 政府就派人下来 把我们路全部都推开了 也给我们的养殖货 送来了四草料 虽然说是 冰天雪天挺冷的 但是呢 这个春节 让我们感觉到心态的活动 更多消息 来看一组五间国内快报 北京广局路15号地 申请改规划 近日被北京市规划为否决 该地块去年6月 由中化芳新 以40.6亿元价格拍得 被媒体冠以北京帝王称号 之后 中化芳新申请 加高两处建筑高度 并调整配件 体育公园的位置和形状 但一些地产业内人士 对此表示反对 认为通过调整规划 可以获得更大利润 而且拍卖后再修改规划 对参加竞买的 其他开发商不公平 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负责人明确表示 一些媒体所说的 上海将停止公积金 装修贷款的消息 纯属误传 有些公司呢 我认为可能有它 自己的利益目的在里面 会误导 以为这些情况要变了 你赶快去 去做个贷款 然后呢 它从中可能收费 北京秀水街商贩杨昌军 因贩售假名牌包 近日获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 去年八月 警方在其仓库内 查获带有LV 古奇 香奈儿等标志的 假冒男女士包 共计8425个 南宁和柳州的米粉 上个月相继涨价 继柳州宣布 对以操纵米粉涨价的行为 进行查处外 南宁物价部门也认定 米粉涨价 是一部分米粉生产厂家 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 违法行为 然而市民反映 尽管物价局 已经认定了涨价违法 但是已经涨上去的 米粉价格 并没有回落多少 上海市质检人员 在执法检查中发现 一些名贵中草药 剂量标注 存在违规行为 一盒净含量为50克的 英皇牌虫草 外包装上写着 净重误差为上下5% 也就是2.5克 换句话说 如果这颗虫草 只有47.5克 按售价推算 消费者要多付近700元 在现行日 开车撞伤民警的 北京驾驶员余某 昨天被判处 有期徒刑10个月 去年11月 余某驾驶 当日现行车辆上路后 被交警拦截 余某拒绝出示驾驶证 还开车逃跑 将民警撞倒至轻伤 湖北省赤壁市一艘渔船 近日在河中搁浅 船上一名残疾人 被困两天两夜 当地消防官兵 赶赴现场救援 由于水流湍急 救援人员一次次滑倒 被冲到下游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营救 被困人员终于获救上岸 为净化网络舆论环境 河北省燕照时评 太行博锋 河北省等五个博客圈的 2400多名博友 日前签署国内首个 博客圈自律公约 向社会承诺 自决遵纪守法 倡导社会功德 不传播黄色低俗图片和文章 河北省还有十余个博客圈 在网上表示同意签署这个公约 中央电视台2009年度 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揭晓 共有十位个人和一个群体 获得了感动中国荣誉称号 获得2009年 感动中国人物称号的是 与邓小平同志相濡以沫 携手度过不平凡岁月的卓林 为安徽小港村鞠躬尽瘁的 好村官沈浩 把半个世纪心血 倾注给中国军事工业的 坚实战斗机总设计师宋文聪 抚养四个民族 十个孤儿的维族母亲 阿里帕 阿里满红 创办留守儿童学校的 80后女教师李玲 发明藏盲文 为西藏盲童打开一个 心灵之窗的德国盲人姑娘 萨布利亚·坦贝肯 隔干就子的暴走妈妈陈玉荣 面对生活磨难 而坚强乐观的老人朱邦月 二十多年来 为保护滇持生态而奔走的 环保卫士张正祥 开创中国单人 环球航海新记录的宅墨 湖北长江大学 建议勇为大学生群体 获得了感动中国特别奖 2009年度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 将于今晚八点 在本台综合频道播出 欢迎收看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节目 欢迎您继续关注 稍后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